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 娱乐圈里面有一种瓜,向来不太好吃,就是艺人和经纪公司闹解约的,一般这种瓜没什么滋味,多是双方在资源收益分配之上闹矛盾造成的,涉及到利益问题不太说得清楚,但今天的瓜是个例外,连着上了几个热搜,这说明事情足够奇葩。 今天上午,前火箭少女队长亚米发微博自曝公司老板在会议上公然羞辱她,要和公司解约,有长文加录音。 长文我们待会说,先看看录音有多奇葩吧。 这段录音是在4月份公司大会之上被亚米的同事偷偷给录下来的,公司老板徐先生先是问公司的人,认不认为亚米漂亮? 员工左右为难,说了个不丑,众人哄笑,很明显这不是老板想要的答案,于是又问了一遍,员工就反问老板,漂亮的标准是什么? 平心而论,亚米确实算不上主流漂亮的那一挂,但胜在有特点呀,可以走模特风,而且审美本身就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。 但他的老板不这么认为,没从员工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之后,开始气急败坏,然后嘶吼着嗓子说,我问你认不认同,你怎么反问我了? 来,你歪问我,问我,问我,颇有一种营销大师吊着嗓子开洗脑大会的感觉,员工被迫发问之后,徐老板立马抛出了自己的答案,连说了四次,很丑,并且强调这是事实,有谁不认同吗? 接着又把员工给拉了进来,详细让所有人都一起承认,亚米是他们里边最丑的,还举了个例子,说亚米比公司某某某好看,某某某自己都不会接受,众人又哄笑。 关于亚米丑这个问题,徐老板是实实在在的提了很多遍,表示自己如今实在是忍不了了,还说亚米长得丑不是问题,但是长得丑却觉得自己漂漂亮亮,那就不对了。 和我们平时听相声里吧,调侃,长得丑不是你的错,长得丑还出来吓人,就是你不对,那个意思差不多。 只不过,亚米公司老板的话,压根就不是调侃着说,在短短的两分钟的视频里,丑字就出现了12次,频率高到吓人。 说完丑的话题,而且全员员工都同意了老板的观点,老板满意了,开始了下一个话题,继续羞辱亚米。 说亚米不时尚,压根就不时尚,从没时尚过,亚米每次来公司穿衣服像个刺猬一样,我觉得他有病。 还说亚米没有自知之明,所以作为公司的老板,徐先生要做那个喊破皇帝新衣的孩子。 由我你们看看,这洗脑是不是一套一套的,先是抛出问题,给出选项,美,凹,丑,拉着所有的员工下水,羞辱自己的艺人,丑不时尚,有病,最后给自己一个正义的理由,是唯一说出真相的人。 从外貌到衣品打击完之后,徐老板又开始打击,亚米不会唱歌,看这一字,亚米本人就在会议之上。 徐先生还特别喜欢自问自答,亚米会唱歌吗?会,亚米唱歌好吗?不好,不爱听。 只这个亚米,从唱了一首歌以后,形象就不哭了,变成了娘炮,没人喜欢了。 所以老板为什么要在会议上这么不留情面的去辱骂亚米呢?原因就是,亚米不能给他赚更多的钱了。 徐老板反思啊,自己对艺人太好了,让他们有选择权。 现在要根本解决这件事情,一人就要绝对服从。 还提醒了往昔,说亚米原来明明就是一个伴舞的,言下之意就是你有今天,你得感谢我。 亚米以前确确实实是伴舞,曾经为李宇春伴过舞。 后来他上明日之子,李宇春一眼就认出了亚米,还说出了两人当初合作的年份。 后来亚米从伴舞到出道也确实是得益于他公司的老板,这事说来话长。 亚米本名是郭颖,91年的,他在2015年加入到徐明朝的公司,成为了练习生。 之后2017年参加了中国有嘻哈,止步全国40强,之后在2018年又参加了创造101,最终以第5名出道。 关于亚米的外貌,从参加节目就一直存在,当时啊,黄渤还说,亚米长得很有特点,叫他不要去做双眼皮。 亚米说自己不会去做。除开在外贸上的争议,在比赛期间,亚米还被其他参赛的艺人的粉丝举报过,刷票的问题。 这个后来被官方实锤了,6万多异常票全部被清零,也是因为这一点,亚米有皇族一称,就是内定的意思。 包括他最后出道,很多的卡在11名之后的艺人粉丝也为自家艺人名不平,认为被内定的人是抢了别人的人生。 刷票砸钱以后,亚米带来的回报有达到公司老板的期望吗?应该是没有的。 我们对比一下《火箭少女》里,现在最能够赚钱的肯定是杨超越,从出道以后,杨超越参加的综艺有28档,电视剧就演了4部,这还没算其他的商演呐代言之类的。 所以杨超越有底气和老板天天吵架,除开杨超越,依次就是第一名的孟美琪和第二名的吴轩怡,两人综艺没有杨超越的多,但是现在都往影视圈开始发展了。 而亚米从《创造101》出道之后,因为长相不符合大众主流审美和影视资源,几乎绝缘。 公司老总就想让他走的时尚路线,除开街道的《火箭少女》的团体代言,他的个人代言并不算多,当投入成本多,而收益没达到自己的期望值以后,难免就会产生落差。 就如亚米在长文里说的,老板嫌弃他没有价值,并且周而复始地在支持他和打击他当中去循环。 一人无法创造期望的价值,这是属于工作范畴的事,没做好工作,那可以批评,但这位老板很显然比较low,他不是批评,而是赤果果的羞辱。 王大勒说,简直就是人身攻击了,因为录音甩锤比较干脆,所以亚米的老板基本就是被一锤盗死了。 皇子涛火箭少女等发声支持亚米,老板则被网友给骂翻了。 亚米公司的老板叫徐明朝,虽说是幕后,但是也不是无名无姓,是凤凰传奇的林花的老公。 有必要提一下,林花老公真的不是凤凰传奇的大档增议。 这次不少网友跑到增议的微博上把增议给骂了一番,点赞金额还有50多。 之前有个病毒学家增议院士逝世了,也有人跑错路给增议点个蜡烛。 事实上,林花的老公徐明朝长这样。 两人从2005年谈恋爱谈了6年,2011年结婚。 林花还曾经称老公很细心,会照顾人。 这次徐明朝被亚米放出录音,网友还跑到林花的微博上,叫林花赶紧跑。 有着建议林花离婚呢,也是有点瞎操心了。 林花和她恋爱结婚十几年,能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吗? 毕竟林花自己也曾经说过,如果你被闺蜜的老公摸了屁股,是你自己的问题。 没有人会无缘无辜的偷摸你。 和直男癌说,被强奸都是因为你裙子穿的短, 以及被家暴都是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,是一样恶臭的言论。 当然林花不是这次火力集中的点,主要还是徐明朝。 因为火力太猛了,现在徐先生不得不把微博给清空,估计私信也给关了。 要说起来吧,徐明朝这次被网友骂到亲微博, 看起来是亚米终于忍受不了而反抗,实际上是早有苗头了。 他一直都是个说话不把门的人,做出的极品事也很多,远不止这一件。 徐明朝名下有6家公司,极创引力就是亚米所在的公司, 而百人娱乐是凤凰传奇所在的公司。 以前媒体采访徐明朝和林花的时候,徐明朝就说, 《凤凰传奇》是一个放羊的,一个是修电视的。 2014年还有件事,媒体采访林花,后来出来一篇文章, 林花说五月天唱的跟狗屎一样,得罪了五月天和五月天的粉丝之后, 林花不得不出来,表示这句话并不是自己说的,是徐明朝和记者说的。 不仅瓦坑给自己的老婆跳,徐明朝掌管的另一个公司,极创引力也曾经得罪过不少员工。 这次因为亚米的带头,很多曾经的员工都跳了出来,在极创引力带了很多年的编曲老师, 说自己去年就辞职了。 曾经在极创做过练习生的王婷,说当年被指责表演风格表香绿茶, 公司为了让他走宗信封,剪掉了他的脊腰长发,扮演不属于自己的风格。 包括现在还在极创的罗仪田,也曾经被全盘否定过。 网友一细数吧,在这个公司被徐明朝言语羞辱的又何止一个人呢? 更牛掰的是,徐明朝在公司里是艺人的天,在粉丝的面前也很豪横, 骄傲粉丝离他的艺人越远越好,一边嫌弃艺人的数据差,辱骂艺人没价值, 一边又嫌粉丝管得太多。 而且谁能想到呀,徐明朝公司最赚钱的艺人也就是亚米了。 现在,徐明朝被骂上了热搜,他倒也不是清空微博了事,晚些的时候也发了一条常文回应, 不是反思,不是道歉,通篇对侮辱旗下艺人,只字不提, 而是倾诉自己如何积极专业的推进亚米的工作,以及威胁发出语音的人。 你们看看,像不像我们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冠冕堂皇的领导, 对外得体,抬头优秀,实际下,私下又是另外一种样子。 他们在对外的时候都是风度翩翩,人模人样, 酒会上面愁愁交错,互换资源名片,一回到公司,哪个员工不合眼了,业绩没达标了,不是批评,而是让你吃变态辣,辱骂你长得胖,还敢加班吃夜宵。 这样的领导,区别指在于到底是生理上的羞辱还是精神上的羞辱。 也是因为这一次的热搜,很多人想到了职场PUA,认为徐明朝一边鼓励一边打击是典型的职场PUA表现,目的在于把员工的自信心完全摧毁,按照他说的来。 在我看来,职场PUA是呈现出来的表象,说到底是徐明朝本身无论是作为领导还是个人素质都不行。 当着公司的人的面去羞辱员工的外貌,穿着本身就不是一般人干出来的事,但是他干了,干完被曝光,被多位从前的员工吐槽,他也没有反思,反而威胁曝光语音的人。 或许像这种自觉高人一等的人,字典里面从来都没有我错了,只有刁民想害症。 而话说回来,亚米直接曝光企业录音,利用舆论压力来裹挟自己的老板,本身也是不明智,而且涉嫌违法的。 如果说,如徐明朝所说的,的的确确,难有企业会用偷录录音的人,只是我想冒险录音的人和亚米估计早已经想好了下一步吧。 出发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